鲜艳的红紫色、粉紫色花朵盛开 还有桃红色、大红色的樱树花在风中摇曳 万子千红的美丽 结出的果实却可以提炼出各国政府都在大力打击的毒品海洛荫 这里是墨西哥南部省份Gerolo山区 满山遍野的樱树花田 是当地贫穷的原住民族人赖以为生的生计来源 走进花丛中,用最简单的工具采集果实的汁液 价值好几亿美金的墨西哥鸦片贸易就从这里开始 根据美国麻醉瓶管制局在2014年所做的调查 美国境内所查气到的海洛荫 几乎一半都是产自墨西哥 种植因素的原住民族人表示 政府一再承诺会提供资源让他们改行 资源却从来没有进到部落 走在被除草剂喷洒过的田野中 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地理 族人只是希望可以留在部落 同时也有工作可以维持生计 种植因素是出于无奈 还是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资源 让他们改中其他经济作物 记者杜亦林波红变异 助荷刘市民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